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 婚礼单人拍摄要怎么才能像我一样拍出双击的效果 今天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 我还能告诉你单人怎么拍出三击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JD 今天我们主要针对婚礼拍摄 来聊单人如何拍出双击甚至是三击的效果 但是这个拍摄思路不仅仅适用于婚礼 同样适用于其他拍摄类型 所以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 婚礼当天的拍摄无外乎分为接亲以及仪式 那我们先来聊接亲的部分 如果接亲的时候你是单机拍男方 那就可以拍到新郎和伴郎在接亲前的摆拍 以及男方的亲人 还有男方家里的一些布置 最后呢就是接亲的车队 但是新娘那边在接亲前的一些准备画面 比如化妆、城堡摆拍、秀夫摆拍 伴娘团准备游戏等画面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拍到 那为了能够当机呈现出双击的效果 我们能做的就是找空闲的时间 比如把女方接出房间 但是还在家里的时候 或者午修的时候 就可以给女方多做一些秀和服的摆拍 以及新娘家里环境的一些空镜画面 还有就是新娘和家人的一些摆拍 以及和伴娘的一些摆拍画面等等 当然拍摄想要出双击的效果 很多时候就是要和时间赛跑 摄影师必须在拍摄的时候 就先想好后期的剪辑思路 只有结合好后期的剪辑 才能呈现出双击的效果 当然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女方的画面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就优先保证新娘秀和服的摆拍画面 以及新娘家人的画面 毕竟这两个画面要是错过了接近的时机 就没办法拍到了 其他画面就根据实际情况 自己取舍一下就好了 那如果是从新娘这边开始跟的话 方法也是一样的 先在新娘这边拍好所有的画面 等新郎过来 然后等回到新郎家之后呢 再拍一些新郎和伴郎的画面 那车队的部分 就在回去的路上拍一下就可以了 我个人觉得车队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有一些画面就足够了 婚礼主要还是把两位性能拍好 这里我要跟各位婚礼拍摄的工作者们强调一下 车拍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不要上天窗 也不要在后备箱去拍 真的没有必要 每年都会有新闻爆出 婚礼拍摄人员在车拍的过程中 因为一些危险操作而出事 我觉得不管是多少钱的单子 都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拍 真的安全第一 换钱呢 一般我们也没赚多少钱 好的那接亲的部分就大概是这样 接亲一般就是达到双机的效果就够了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怎么用单机把仪式拍出双机 甚至是三机的效果 在仪式正式开始前 如果你想要呈现出三机的效果 那你就要提前准备好另外一台副机 然后用三脚架把它架好 拍摄舞台正面 景别取中全景就可以了 当主持人准备上场的时候 这个定机位的副机 就可以正式开始拍摄了 那此时 拿着稳定器的你 就是游机 你可以选择拍摄主持人和新郎的近景画面 也可以拍一些观众或者家属的画面 然后等新娘快入场的时候 你就要提前在门口准备了 一旦新娘入场 你就跟着拍新娘就好 此时定机位还在拍新郎 等新娘走上舞台的台阶之后 她会暂定准备整理一下裙摆 那你就要趁这个时候 抓紧把定机位取下来 这时候定机位就可以不用拍了 但如果你还要让她继续补充一个机位的画面的话 那就抓紧调整好画面 然后你继续作为游机拍摄 那接下来的画面内容就是新郎走过来迎接新娘 然后感谢老丈人 然后单膝跪地献花 然后两人走到舞台中央 这个过程是单机就可以拍摄的 这里就不再多说 等两位新人走到舞台中央之后 会有一段新娘整理裙摆的空闲时间 这时候你就要继续把定机位放回去 接着拍摄两位新人的中全景画面 接着就是两位新人相互告白 比如现在是新郎对着新娘说话 那我们就可以先从新郎说话的正面画面开始拍 尽量采用过肩机位的拍摄方式 带到一点新娘的画面 这样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出人物的站位关系 并且丰富画面的内容 不要单纯只有一个新郎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没有互动感 当我们拍了一段之后 就可以马上跑到新郎后面 用同样的过肩机位拍摄新娘 那这里不需要拍摄太久 只要足够我们后面剪辑用就行 我一般是拍摄10到20秒左右 然后马上回去新郎的正面继续拍摄 因为我们在剪辑的时候 如果想要用新郎的声音匹配画面 他的嘴型是不能错的 而新娘的画面因为没有说话 所以他的画面我们是想放到哪里都是可以的 那婚礼仪式拍摄的时候 大家就尽量都用内录音控台的方式 收录新人说话的声音 这样人声才是干净的 如果声音没有内录音控台 只有记录的话 一定要尽量保证有一台相机是全程录制的 这样才能收录整场婚礼仪式的声音 那除了两位新人的画面以外 我们也可以趁新人说话的时候 拍一下观众席 拍一下新人的家长 拍一下鼓掌的观众画面 那这就很考验摄影师的抓拍水平了 需要随机应变 在现场及时做出判断 然后再通过合理的剪辑 营造出三机位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在定机位的复级 那就找机会补充拍摄一下 中间这个中全景的画面 可以在新人一开始告白的时候 等新人换了话筒之后再拍一次 因为是中全景的画面 所以基本看不出嘴形 那这个画面即使没录多久 在剪辑的时候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一句话 要想当人出双机 甚至是三机的效果 就要勤快点 那这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 就会出来怼我 明明就是订了单机 还要累死累我给甲方出双机 甚至是三机的效果 你是不是讨个派去啊 那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用不用是你们的事 但是如果我是客户 我明明订了单机 你却能给我双机 甚至是三机的效果 那我肯定是会非常开心的 而且因为营造出了多机位的感觉 所以作品肯定也不会超到哪里去 有了好的作品 以及让客户体验到了超值的服务 我就不信你这样 以后还会没有单次可以拍 而且等作品有了一定的积累 你就可以把价格提上来 毕竟客户可是用单机的价格 享受到了双机 甚至是三机的体验 那这就是你提价的底气所在 也是相比于其他同行的优势所在 当然还是那句话 用不用是你们的事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的方法而已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单人拍出双机 甚至是三机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活学活用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三连加关注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